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苦战,本周二库尔德武装在哈赛克取得了重大进展。 一口气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了九个村镇,并迫使伊斯兰国向续一边境地区撤退。此次库尔德武装在哈赛克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展,主要得益于美国和法国的军事支援。 两国空军不仅出动了大量战斗机,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不间断的轰炸,而且美军部署在叙利亚的M777型超轻榴弹炮,也向进攻的库尔德武装进行了火力支援,甚至美法的特种部队也参与了战斗。 由于美法两国军队的直接参战,导致伊斯兰国在哈赛克节节败退,而伊斯兰国对美法也是恨之入骨。 根据叙利亚当地媒体最新消息,五日一队美军车队,在戴尔祖尔,遭到了路边炸弹的袭击,在袭击中一辆装甲车被炸毁,至少有两名美军士兵身亡,另有多名库尔德武装人员负伤。 在美军遭遇路边炸弹袭击不久后,伊斯兰国发表声明认领了袭击,并声称在袭击中至少炸死了四名美军士兵。 但截止到目前为止,美军方面还没有发表任何声明。 实际上自2016年进入叙利亚以来,美军在旭已经遭遇了多起袭击事件,其中与其身亡的美军士兵已经达到了数十人。 而袭击美军的不仅仅只有伊斯兰国,包括续政府军、什叶派民兵、部落武装和清土叛军等,都曾在续北部、东北部和东南部多次袭击美军。 另外对于续军及其有军的袭击,美军都会很快出动战机进行报复,而在拉卡等地的多次遭袭中,美军时候根本找不到袭击者。 因此,多数情况下都不了了之。当前,美军在叙利亚设有二十多个军事基地,共部署有至少三千余名士兵,其中大多数基地都设在了东北部的库尔德控制区,而二十多个基地中至少有三座式机场或者空军基地,并部署有几十架直升机、无人机和侦察机等。 另外美军在叙利亚也部署有大量重型武器,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系统、碳马装甲车和M777型榴弹炮等。 而且在美国的利妖之下,英国、法国和意大利等北约国家也都向叙利亚派遣了军。